讨厌仙剑上神这九位男星 谁才是真正的先方道骨 一 林更新饰演行指神君 宇凤星 他曾经是唯一的上古神明三界最尊贵的存在 行指神君不论是神 是仙 是人 不论身处何种际遇都能淡然处置 宠辱不惊 林更新最近因为宇凤行的热播 加上他精湛的演技 其涨粉速度也是蹭蹭的快 我便是其中之一 只是看楚小传都没有觉得林更新特别搞笑 看了宇凤行才真正发现 林更新真的是喜剧人设 网友都这样评论林更新 这哥们每次出演一部影视剧火一阵 过一阵就又默默无闻的走起搞笑路线来 或者拍戏 由此可见林更新是一个很低调的男明星 专注做自己的事情 看大善的行指神君 开始是因为行指神君不行上热搜 接着又因为行指又行了上热搜 后来又因为行指神君接吻 终于张嘴了 冲上热搜 林更新 原目是第一个因为亲密戏 行还是不行 冲上热搜的男主了吧 不过最后结局中 行指神君和沈黎是真的好甜 堂堂一个上古最后的一个神明 在自己的爱人面前 居然甘愿和沈黎阴阳相配 是行指阴柔来迎合沈黎的阳刚 往常都是男阳刚女阴柔的 在神君这皆可颠倒 别说神君阴柔起来别有一番韵味 较低低的躺在必仓王身上 任谁看了都会忍君不尽 其实最重要的是 林更新在这里的哭戏也是很好的 隐忍克制都被他演绎的淋漓尽致 种种原因林更新不火才怪 二 高伟光饰演东华帝君 三生三世真上书 授予碧海苍林东荒一方华泽 简单取了其中两个字 尊号定为东华 但于远古洪荒时代乃是上古神奇 被一时数十万载 距于三清幻境菩提净土 世人不敢拉他入十丈红尘 其实高伟光身高 实在是个大大的加分项 虽说白发质量不太好 但肩宽腿长 镜头一给到他就是气场不俗 分分钟把观众带入戏中 而且有第一步的加持 高伟光演起这个角色 也是如鱼得水 纵然不善于表达情感 可看到女主被困在梦里 义无反顾卸下九成的力量 前去找他 眼神中慢慢都是心疼 这一下子情绪就涌现出来了 三 成义饰演应渊帝君 沉香如现 东极清离应渊帝君 天节上神 战神 乃天界四大帝君之首 人称天庭第一楷模 应渊帝君为人正直 清冷 心怀天下苍生 高冷静于的外表之下 内心实则暗藏压抑 有修罗族血统 是修罗王玄业 与上神 上氏原尊 染青之子 成义在沉香如现的古装扮相 其实和之前相比 没有觉得太大的突破 但线下剧大地都是如此 所以成义在庄葬上 算是待在了舒适圈里 在剧里的大多时候 成义都是身着白色素衣 半杂发 再配上一个银色的观世 非常有神仙的气质 而且淡眼鞋的长相 也给他多添了些清冷感 龙血刘海也能掌控完美 纵然有人说 成义的嘴像是一直在吹口哨 身形上有些瘦弱 但视觉重心不在这 还是帅气依旧 对他出演帝君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况且成义在这部剧中 演技真的不错 在仙界是帝君 修罗族来犯也没人敢欺负 连到了凡间 他都是天赋极高的桌药天使 有这样的出身和实力 应援要么会成为个潇洒大神 不问城市间事情 要么就只能轻轻肯肯上班 而在剧情里 他就是蠢蠢的后者 去送鸣言诞度过夜望穿 没想到遇到了前来偷袭的冥王 现出真身 冥王才害怕的跪下来 被网友调侃到 这是换上工作服了 天生有上神命格 姻缘从出生开始 就被叔叔严苛要求 在这种高压环境下 他只能找到一点点 犯规的乐趣 这就是他比较孩子气的时候 在遇到言诞之后 他将自己活泼的姻缘展现 原来堂堂帝君也会装病 也会故意惩罚人 言诞对他是小人 他就直言自己 也没说就是个君子 又是给言诞带上十五步手镯的 又是嫌弃言诞太过躁 惩罚其超书 因缘毒舍于无形之中 而他又头脑清醒 心里还没有言诞之前 就以天下为己任 对待爱慕自己的赢灯 一次次逼回去 而在言诞下界围绕之后 他所以遵循言诞的心意 来给姐姐点仙殿了 但这话越说越阴阳怪气 说着祝愿他 步步高盛 虔诚似锦 这表情却是淡漠到冰冷 角色有魅力 也得演员演出来才行 诚意的诠释 让美强惨的迎刃上身 应冤 鲜明展示在大家面前 无论是对待他人时的不苟言笑 还是妄想言诞时的克制情绪 在表情细节方面 科班出身的底子就是好 而在需要情绪大波动 例如受刑罚那里 根根特效 冰锥入骨 在没有道具助力的情况下 他演得好像真的遭受到了刑罚一样 两年前带火的我乱了 如今又报了一句 真是疯了 诚意 真就演绎的万般豪 四 徐凯 饰演白绝神君 千古绝尘 上古界 四大真神之义 爱恋上古近二十万年 在上古训事的最后一刻 阻止了他 压下混沌之劫 花了四万年为他极其魂魄 五 张志瑶 饰演哲言上神 三生三世 十里桃花 大洪荒时代 孕育出的第一只凤凰 自命退隐三界 不问红尘 情趣优雅 他种了一片十里桃林 会酿制忘青水 最擅长桃花酿 六 赵又廷 饰演叶华君 三生三世 十里桃花 灵魂是父神赐子 父神长子莫冤的同胞弟弟 脱身后成为九重天上天君的长孙 五万岁时被奉为天作太子 不过当时在确定演员的时候 也是引起了一片书分的哀嚎 主要还是赵又廷的扳相问题 但是看过该剧的观众都是直呼真相 因为赵又廷的表演 实在是太有魅力了 绝心欢素素的眼睛 收获得愧疚和不忍 全都在眼神里呈现了出来 泪流不止 难以自吃 在找不到素素的漫长岁月里 叶华总是在暗自神伤 眼神中出现了执拗 甚至是蜂魔的状态 更是有着难言的隐忍 完全是把角色给演活了 七 霍建华饰演白子画 花千古 一生孤青 一念成节 仙姿秀义 孤冷出尘 长发如铺 眼落星辰的 长流上线 修为极其高深 乱对手绝对是最可怕的一个 八 刘学义饰演天启神君 千古绝尘 愿为上古界四大真神之义 为了上古而补下灭世血阵 提早触动混沌之劫 在上古巡视后 被智阳和白绝封印 在后古界沉睡六千年 神力为恢复时 化名静渊 为上古而觉醒 九 张力赫 饰演长恒先君 苍蓝绝 长恒是东君幼子 云中君的弟弟 水云天的战神 真身是象征正义仁慈的麋鹿 性格清冷温柔 十 罗云熙 饰演明夜 长月静明 金戈兵主者神明 明夜 上古战神男神 神行身辟银铃 手持荆棘 目有神光 辉煌不可视 蛟龙族的墨翼 神域最后的神明 神魔对弈万年齐局的直骑者 魔胎 谭台静 只一念的引路人 他是上清先进的主人 棒公主 桑九的夫君 赫赫有名的战神 在原著里 戏份不是很多 主要出现在 波柔扶生副本里 谭台静他们在墨河底部 发现一条沉睡的腰 想要令他入魔 却没想到 几个人都被吸入了副本 谭台静成了明夜 黎苏苏成了桑九 叶冰长成了天欢 萧领成了桑又 刚看到龙一熙的明夜造型 明白为何桑九会吃恋他那么久了 因为真的好帅呀 高马尾刷枪 动作干净利落 长服和战甲都好好看 如果说前期的谭台静是个战武渣 那明夜肯定是里面的武力之担当了 差一步就能成神 可惜了 最后明夜耗尽了五万的修为 在墨河底部编造了梦境 用他的身躯平定了墨河 可惜世界上早就没有桑九了 那么大家最喜欢这十位上古神君中的谁呢 欢迎留言讨论哦